大家好,我是好主意妈妈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亚洲人出道瑞典印象最深刻和预想差距最大的五件事 在这部影片中,我会详细介绍这些细微的差异 深挖这些不起眼的差异背后的原因 相信,看完这部影片你都会更深刻的理解 为什么高晓松会说 在北欧,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很丑陋 以及想达到不丑陋的内心必须具备的外部条件 那我们开始吧 很多人出道瑞典特别失落 这不是一个发达国家的首都吗 怎么像一个县城 没错,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同 瑞典的城市建设特别有相同气息 记得一次朋友从国内来看我 从北边的机场穿城一路到南城的住所 朋友下车时一脸懵地问 我们到死都各谋了吗 没错,朋友以为我们还在机场的郊区 因为一路上基本没有看见摩天大楼 瑞典的建筑都很矮,很多居民楼只有三四层那么高 就连最繁华的市中心也建不到几栋超过十层的建筑 而瑞典硅谷施斯塔也只有两个地标建筑 分别是34层的维多利亚塔和32层的施斯塔科学塔 而五六层的办公楼是常态 所以初来乍到还以为到了没有开发的现场 但是这种城市形象就很能体现出人们的思想观念 瑞典人们追求实用 太高的建筑显然驱逐的更加拥挤 而且避险困难 比如火灾 而且人们不追求富里堂皇的生活 也不稀罕拜金主义 相反,越亲近自然,越真实越好 而且太高的建筑会影响鸟类的栖息 影响人和自然的核心相树 你说啥,还要考虑鸟 没错 当你有足够多的资源的时候 自然就会为别的独物中考虑 所以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公园 没多远就是一个森林或是公园 人们住得很分散 所以城市的面积很大 处处有人,却又处处无人 很多人到了瑞典都很疑惑 街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残疾人 的确,在瑞典城市里转上一天 很难不碰见残疾人 你肯定纳闷 瑞典不是发达国家吗 不是医疗水平很高吗 不是全民医保吗 怎么会有这么多残疾人呢 而真实的情况是 瑞典的残疾人都能够生活在阳光下 走普通人走的街 享受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而不是被迫躲在屋里 独自消灭时光 瑞典为残疾人想得不十分周到 处处可见的无障碍冲到 残疾人专用的出租车 停车位,电梯 连临时卫生间 都设有残疾人卫生间 残疾人坐公交车 会有专门的位置放置轮椅 并且有轮椅使用的安全带 上下车时 公交车会停靠一侧倾斜 距离地面只有15厘米 方便老年人和残疾人上下车 不同等级的残疾人 还有不同的福利 如果行动不方便 政府可以出资买车 再比如,瑞典为盲人提供每年200多层 被打车服务 要知道,在瑞典打车是十分昂贵的 十分钟的打车费高达200到300瑞典克朗 也就是200多人民币 所以残疾人真的可以很大程度上 享受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瑞典给人的第三个冲击 就是地铁站 好像还没有修完的样子 很多人在旅游之前做了攻略 知道斯德哥毛的地铁站 是不补多德的艺术城王 是必去的景点 可即便知道了这些 我依旧被这简陋的地铁站吓到了 因为地铁站的墙面 居然不是平的 强迫症上线的我 一直在脑补 把墙膜平了会怎么样 完全没有心思去欣赏所谓的艺术 唯一的感觉就是 好像挖土地挖洞的时候 留下的坑坑洼洼都还在 资金只够把铁轨铺平了 却没有钱把四周的墙面磨平了一样 习惯了看平平整整 规规矩矩的地铁站 再看到这形态各异 千奇百怪的样子 未免觉得瑞典太寒酸了 再打开攻略来看 世界上最美的地铁站 世界上最长的地下艺术长王 如此地铁站收到的赞誉无数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70年来 一代又一代艺术家沿着墙体的走势 别具匠心的为每一个地铁站设计各种 雕刻 油画 灯光 马赛克 瓷雕 让每个地铁站都成为了一处独特的风景 说真的 过了很多年 我才开始真正的习惯 并开始欣赏这些作品 也体会到不是统一风格的地铁站 更加有韵味 别具一格 这种依视而见的地铁站 更像是像工程之美之境 这何尝不是一种自然呢 既节省了开支又增加了情趣 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看惯了真的不愁 美不一定是一种规格 也不一定要完美 而是和谐 是顺眼 可以说 瑞典的地铁站 违归了美的本质 瑞典的树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因为它们常常长在 看起来不该长的地方 比如 居民楼前不远的地方 或是学校校园里的跑套旁边 不仅看着暗眼 而且看起来好危险 树倒了砸倒了会怎么样 跑步撞上了会怎么样 可是 瑞典人似乎非常热衷 于尽可能保留这些植物 所以 在瑞典 处处可见百年老树 无论是市中心 还是新建的小区 如果有原始植株 是不会都砍了再种上新的的 渐渐的 我也不再嫌弃这些大树早光 也学会了欣赏这种自然之美 也开始敬重大树本身的年代感 大树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我们不是更应该学会 如何与它共存 如何和它相处吗 学会跑步的时候躲开大树 或许比砍掉大树畅通无阻更有秘密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瑞典的奶爸文化 瑞典大街上随处可见推着婴儿车的男士 有带一个娃的 两个娃的 或者更多 这跟很多亚洲游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瑞典爸爸们不仅可以全职带娃 无所不能 而且可以和其他的爸爸们讨论孩子的吃喝拉撒睡 如果这样的奶爸在亚洲一定会被骂 没上进心 吃软饭 不专心视野 可在瑞典 男女平等的想法深入人心 奶室也要承担做家务 照看孩子等家庭责任 而女人也不会期待男人非得功成名就 光宗耀祖 在没有生存压力的瑞典 人们工作大多是因为流中的热爱 而少了很多未名 未利 工作更多是一种享受和成就感 那么享受生活也是与工作并重的 所以奶爸们是特别注重家庭和工作平衡的 他们不会认为为家庭尽责任就仅仅是多赚钱而已 那高收入的人总可以请保姆的吧 其实瑞典人的收入是比较平均的 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只差十倍 所以请保姆的费用和自己出去工作的费用互相上下 这种情况如果是在亚洲 人们可能会选择事业优先 因为努力工作可以为以后的晋升做准备 而在瑞典 没有人愿意放弃和自己孩子朝夕相处的宝贵时光 公司也不会因为你需要照看孩子而开除你 相反 为了不让你翘槽 还会寻找你更好的待遇或者更高的职位 好了 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高小松觉得自己的内心很丑陋了吧 呵呵 好像并没有 好吧 我们总结一下 一 瑞典人尊重自然 自然在瑞典人看来是民宿珍贵的 从高度十一的房屋到顺势而建的地铁站 处处体现了在尽可能少的影响环境的基础上 享受相对舒服生活的理念 瑞典人眼睛里看到的都是自然 怎么能少砍树 怎么能节省到工程中不必要的部分 为何居住在森林的边上 而我们最视而不见的就是自然 一切为人类的需求让步 树爱事得砍 至于小鸟有没有地方住 根本不纳入考虑 二 瑞典人的中庸主义 瑞典人最引以为好的一个词叫lowgong 他们自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 能够表达它的意思 为了方便理解 我暂且将其翻译为中庸 当然 其含义不止于此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 不多不少 恰好 所以在lowgong的指引下 瑞典人注重人和自然的平衡 注重工作与家庭的平衡 注重照顾弱势群体 给予他们通行的方便与自由 lowgong还意味着 你工作不能太努力太突出 要不你让别人怎么办 哈哈 说到这儿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上进心 居然也变成了丑陋和不善良 三 人人平等 当你把关注的焦点 从成就 财富 转移到自然 平衡的时候 你会不知不觉的发现 人和人之间变得特别平等 每个人在照顾好自己之余 也为其他人留好位置 这样才是高福利背后的逻辑 而高税收又是在 劫富及贫 缩小贫富差距 没有了钱的趋势 人们少了 急功近利 多了追求内心的重游 正是因为如此 更多的人有机会 从事他们最热爱的工作 一个个享用世界的公司 就这样诞生了 甘于平庸 甘于平凡的瑞丹人 就像瑞典这些房子一样 不羡慕摩天大楼的高大 不憧憬金币辉煌的装饰 不追求外在的繁华 回归本心 活好自己 务实 简约 或许正是这份真实 使得越近世间繁华的高小松 感觉内心粗皮的原因吧 可是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 不为钱发愁的基础上的 所谓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 只有不为钱奔命 不沿线别人的生活 才能得到内心的安宁和自由 请不吝点赞订阅